王一博在闯学术圈 复旦大学历见探索心境 当我得知复旦大学推荐了王一博的纪录片 探索心境时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浓烈的自豪与激动之情 这一推荐不仅是对王一博个人魅力的高度认可 更是对他背后所展现出的坚韧精神和积极生活态度的充分肯定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顶尖学府 其推荐无疑赋予了探索心境更深层次的意义 也进一步扩大了这部纪录片的影响力 使其成为一部不仅局限于娱乐 更具启发性与教育意义的作品 探索心境不仅是一部关于极限挑战的纪录片 更是一段关于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深刻旅程 在影片中 王一博经历了多种极限环境的挑战 比如与临徒步 雪山滑雪 沙漠过夜等 他在每一次挑战中都全力以赴 展现出强大的意义与决心 从未因困难而退缩 在雨林片中 他穿梭于茂密的丛林 面对未知的危险 依然保持着冷静和坚定的态度 在雪山片中 他站在雪山之巅 挑战着自然的极限 展现了无畏的勇气 而在沙漠片中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他独自在沙漠中过夜 凌晨四点起床迎接日出 这一路的艰辛与孤独 他都默默承受 并坚持完成了目标 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王一博的勇气和决心 也让他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励志偶像 除了身体上的极限挑战 纪录片还通过王一博的内心独白 和自我反思 深刻揭示了他内心的成长与感悟 在片中 王一博坦言 许多时候他做事情的初衷 只是简单的去做 但在过程中却逐渐感受到了 事情背后更深的意义 这种坦率和真实的态度 让他显得更加真诚 接地气 他在纪录片中分享了许多富有哲理的见解 例如他说过 人生不是轨道 而是旷野 鼓励人们不要局限于既定的轨迹 而要勇于探索未知的世界 追求更加广阔与自由的人生 这些话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感悟 更像是一种对观众的启迪和鼓舞 这些富有哲理的言论 如同明灯一般 照亮了观众前行的道路 激励大家更加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探索心境的成功 不仅在于他记录了王一博的探险经历 还在于他通过这些挑战 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许多观众表示 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 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与梦想 王一博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 生活中的许多未知和困难并不可怕 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就能发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这种正能量的传递 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娱乐效果 让这部纪录片成为了一种精神力量 也让王一博在更多人心目中 成为了励志的象征 复旦大学选择推荐探索心境 不仅是因为王一博的明星光环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纪录片中 所展现出的个人品质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王一博不仅勇于挑战自我 更善于在挑战中发现人生的意义 这种对生命的深刻礼节与感悟 正是新时代青年所需要具备的精神品质 他的人生不是轨道 而是旷野的言论 不仅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感悟 更是一种对新时代青年人的启示 不要被固定的生活路径所束缚 要有勇气去探索未知 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此外 纪录片还通过王一博的内心独白和反思 揭示了他内心的成长历程 这种真实而坦率的自我剖析 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王一博 也让他显得更加接地气 真实可信 在当今这个充斥着社交媒体虚假浮躁的时代 王一博的真实与坚韧 无疑为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复旦大学对探索心境的推荐 进一步证明了这部纪录片 及其背后精神的高度价值 它不仅仅是一部纪录极限挑战的影片 更是一部关于自我发现 成长与心灵启迪的深刻作品 通过这部纪录片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在挑战中的坚韧与勇气 也看到了新时代青年所具备的无限可能与希望 作为一名观众 我在观看完探索心境后 心中感触颇多 节目中 王一博不仅亲身体验了爬雪山 登顶沙漠珠峰 潜水等极限户外运动 更在每一次挑战中不断自我剖析 寻找内心的真实与平静 他那些看似简短但富含哲理的话语 让人感受到一种治愈的力量 我想 这也是许多人被这部纪录片深深吸引的原因之一 王一博倡导的做简单的人 但过有意义且丰富的人生的理念 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追求 也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 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信仰和激励 王一博 流量小声的另一面 在采访中 王一博被问及希望别人 以何种方式了解和解读王一博这个名字时 他表示 想要怎样认识我都可以 这显示出他对外界评价的淡然态度 并不执着于别人如何看待他 而是愿意让人们自由地解读他的形象 27岁的王一博与Discovery合作 参与拍摄了纪录片探索心境 在这部纪录片中 王一博挑战了多项高难度的户外项目 例如70米高空速降 登顶5000米海拔的雪山 悬崖吊床过夜等 这些挑战不仅需要极高的体能 还需要极大的心理承受力 在镜头前 王一博以全素颜出镜 毫无偶像包袱 展现了他真实 不修饰的一面 对于拍摄这样一部商业价值有限 挑战极限的纪录片 许多人感到好奇 认为一个流量明星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王一博的回答非常简单 就是喜欢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不为其他 纯粹是自己想做 他表示 前几年他几乎完全沉浸在工作中 忽略了生活的意义 而如今他希望能够暂时从常规工作中脱离 去做一些让自己真正开心的事情 探索自然正是他内心的渴望 在纪录片中 王一博展示了他对困难的平静应对 在追踪长臂员的过程中 王一博突然感到腿部剧痛 发现腿上被三条西斜马黄钉咬 然而 他十分淡定地将马黄一一拔掉 继续赶路 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镇定 尽管他极为害怕虫子 但面对这种困境 他选择了平静面对 此外 他在5000米高的雪山上 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嘴唇发紫 头痛恶心 但他仍然坚持登顶 甚至在桂林悬崖挂吊床过夜的经历中 也表现出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有网友调侃 老板杜华看到这些挑战场景时 可能会担心他这个摇钱术变成迎客松了 这部节目让观众看到了一位脱离明星光环的王一博 他的真实与勇敢让人印象深刻 王一博在节目中提到自己对新鲜事物的强烈向往 认为新的生命体验远比现实中的好处更加珍贵 回顾王一博的职业生涯 他曾担任偶像歌手、演员、主持人、摩托车赛 等多个身份 每一个标签都是他好奇心驱使下的产物 中学时期 王一博因感冒输液时看到了街舞比赛 从此便每天刻苦练习街舞 最终被业界欲为神的孩子在跳舞 大张伟曾评价王一博的舞蹈库吗? 那是他用童年换来的 直白地表达了王一博背后的努力与付出 2016年 王一博开始涉足主持领域 尽管与汪涵、大张伟、前锋等经验丰富的前辈同台 他依然勇敢地克服自我怀疑 从一开始的插不上话到后来能够配合团队为节目增色 王一博展现了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谦逊的态度 逐渐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每一次尝试新的领域 王一博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只要认定了目标 就会坚持到底 这种热烈的态度和生命力使得 他深受观众的喜爱 正如王一博所言 他希望尽可能努力地让自己去登更多的山 也希望通过他的故事 激励大家勇敢地去体验属于自己的人生 热烈收观的探索心境 让人生事况也得到了完美诠释 王一博的探索与感悟 在探索心境的最后一期节目中 王一博对自己整个探索之旅进行了总结 他坦言 通过亲身经历不同的冒险 他感受到世界在不断扩展 每次的探险都为他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和体验 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探索未知 发现新的风景 这种探索心境的过程 就是他目前找到的活着的意义 节目收关与成长仪式 10月7日 由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出品 Discovery探索频道制作的探索心境 在腾讯视频正式收关 节目以王一博独自在沙漠中过夜迎接日出的画面结束 象征着他为自己此次走出安全区的探索之旅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个过程如同他的一次成长仪式 标志着他在探索和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 旅程中的挑战与突破 在探索心境中 王一博经历了多个极限挑战 包括穿越热带雨林 攀登雪山 沙漠过夜等 他展示了强大的毅力与不屈的精神 在沙漠中 清晨四点王一博整装待发 攀登沙漠珠峰 尽管旅途充满疲惫 但他被自然的美景所鼓舞 直言每走一步看到自己离目标更近时 便充满力量继续前行 这种不畏艰难 勇于突破自我的精神贯穿了整个旅程 纪录片的真实与成功 作为一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顶流艺人 王一博选择参与户外探索类的个人记录片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然而探索心境并未仅仅聚焦于他的明星光环 而是通过真实而未经修饰的记录 展现了他在自然环境中面对未知与挑战的真诚反应 这部纪录片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与野性之美 还让人们在王一博的极限旅程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节目自播出以来 热度持续飙升 创下了腾讯视频纪录片《历史最高热度》 用户评分高达9.9分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节目的社会影响与正能量探索心境不仅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还吸引了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与好评 人民日报海外网、光明网等媒体纷纷称赞节目 展现了当代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 电影频道CCTV6则评价探索心境为近期最火的纪录片 通过王一博的真实探索旅程 节目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鼓励年轻人勇敢追求梦想 突破自我 探索未知 精神力量与内心探索 探索心境不仅是一次物理意义上的冒险 也是一次心灵上的探索 在面对极限挑战的同时 王一博也在节目中分享了自己对生命的深刻感悟 他认为孤独是一种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 和了解自己的状态 正是在这些独处的时刻 他得以重新审视自己 并从中汲取力量 这种心灵的成长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深深打动了观众 激励了许多人跟随他的脚步 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心境 开拓纪录片创作新方向 探索心境不仅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还为纪录片创作开拓了新的方向 通过将户外探索与明星艺人相结合 节目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的表达形式 吸引了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探索了纪录片内容的新路径 这为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新的启示 同时也证明了高质量内容 依然可以在娱乐性和深度之间取得平衡 为观众带来思考和灵感 节目带来的积极影响 通过节目访谈的形式 王一博分享了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新路历程 强调了他对未知的勇气和面对困难的态度 他认为挑战与痛苦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只有在经历了这些之后 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这种不畏挑战 不设限的人生态度 深深感染了许多年轻观众 激励他们勇敢走出舒适区 去探索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 我们下期待的随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